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讲一个七宝法财吧 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每个人虽然身上可以没有很多钱 但是我们有财富 我们有七种宝贝的财富 每个人都有的 就是你们自己要学会拥有 在普门饼当中曾经讲过 金银马脑等七宝 指的是七宝池八宫的水 就是七宝就是那种人间的宝贝 但是呢七宝有法财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讲的是七宝法财 第一个叫信财 你们大家知道 这种宝贝啊都是你们自身拥有的 如果你相信 一个人 大制度论说过 佛法如大海 唯信能录 佛法像大海一样 只有你相信了 你才能进入它 所以 信财 讲的是什么 就是 你要 生信 佛法 你心才会干净 你如果今天 不相信 你一定 不能找到 你的信心 所以 任何一个人 对于别人 相信 你会得到果 你不相信别人 你就不能得到乐果 所以 信是你本身拥有的一个财富 你如果相信佛法了 你就拥有了一个信财 比方说 你交一个好朋友 他跟你说 你相信我 我一定帮你怎么怎么 帮你 做生意 投资了 医生 我一定帮你看好 你相信他了 你的病看好了 你相信他了 你可能投资就成功了 信财 听懂了 这是你们能做的 第二叫精进财 精进财是什么呢 因为 你 离佛法很远 当你相信他 但是你没有去做 没有去努力的精进 你为佛法离我们很远 只有你精进 去做 你才会受益 所以 精进 是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人 不精进 就算你懂得佛法 知道佛法的好处 你不去努力的精进 你得不到精进财 我问你们 你们精进努力之后 家里好了 生病不生了 你去努力之后 你是不是有财了 第三 戒财 戒 有防非止恶的作用 非就是不好的东西 止恶就是制止你 邪恶 你看看很多人就贪了 哎呀 我再去投资啊 我再去投资 全部套住了 最后 血本不归 看见了吗 你不守戒 你就没财了 所以叫你们守戒 不要去贪 你可能财就有了 你要延迟 就是佛法的戒律 你想想看 你如果不贪 你会失去吗 越贪 越失去多 对不对啊 越恨 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 恶念就多了 你恨别人 是不是要去报复啊 你到时候会不会受伤啊 你今天守戒了 我不去贪了 我够了 我就这点钱 我不要兔子多 我不要赚回来很多 你是不是自己的财 就守住了 是不是要戒财啊 要懂得 戒是什么意思啊 戒就是 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自己要守住 我自己的底线 别人再怎么样 我有我自己人生的底线 就像我们做人 你有自己底线吗 人终有底线的吧 人家说你就偷东西 说偷我好了 我们大家都受益 你可以偷我了 你有底线的呀 所以 在佛法界当中 有三规一戒了 五戒了 八关灾戒了 沙弥戒了 沙弥尼戒了 比丘戒了 比丘尼戒了 都有了 屠杀都有了 所以过去在 圣传里面 要看看 谁的戒 受的多 受的高 这个法师 就受别人的尊敬 你们谁 把自己的戒 守得好 守得严 你就 受到 别人的尊敬 第四 文采 文 你们闻到佛法了吗 文是第一步 要懂得道理 懂得礼貌 懂得你的为人 应该怎么样做 文是很重要的 人如果不求知 不受教 就是不去听人家的教育 不去求知识 你这个人不去求知识 不去受别人的教 与情色无异 这是佛法界里面讲的 就像畜生 你说不懂礼貌的人 整天贪承吃满意 这个人不跟畜生一样 天天想吃好的 天天想做这个 天天想那个 天天想那个 所以要学会听文教法 听福音 听师父的教诲 要虚心 要文教 文是什么 就是听 所以叫听文佛法 古时候的听都称为文 因为现在的中文 文已经变成 鼻子文东西也叫文了 文了很香 你们今天文了很香 因为文财 是什么意思 文财就是你 这个是财富 当你知道了 师父讲什么 佛法里面讲什么 你们是不是学到很多知识 你们学到知识之后 你们是不是受益 受益之后等于 你就不会被人家骗财了 因为你懂了 对不对 你知道我不要贪 我不要去恨 我不做愚痴的事情 你是不是保护好自己的财了 是不是文财了 第五叫舍财 大家知道四无量心 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很多人有慈心 有悲悯心 有喜心 就是人家开心 他也开心喜心 舍心是什么 肯不肯帮助别人呢 肯不肯利用自己的时间呢 肯不肯利用自己的力量啊 舍不舍去自己的时间 力量 金钱 来帮助别人吗 舍呀 肯舍了 很多人 哎呦 这个人很可怜 哎呦 我也是很心疼他 那慈悲都有啊 喜呢 哎呀 他好一点了 我好开心 哎你去帮帮他好了 最近 他还不大能动 刚刚身体开刀刀 开得很好了 哎呦 我没时间 舍很难的 你一舍了之后 你会有财的 我问你 你帮助别人 人家会感恩你吧 感恩你 人家会帮助你吧 帮助你 你是不是有财了 舍财啊 第六 会财 我问你 智慧 是不是一种财富啊 定会财 什么叫定会财 一个人定了 才会长出智慧 长了智慧 才会有才华 或者才能 或者财运 我问你 有智慧的人 是不是容易得到财运啊 你说脑残的人 买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跌 他哪个股票不买了 哪个股票就升 定会财 要定得下来 心要定得下来 那么要督色 智慧像什么 像人的两个眼睛 如果你 这个人没有智慧 就相当于一个盲人 一个瞎子 你如果是一个盲人瞎子 你怎么走路啊 走不动了 没办法走路了 所以一个人 没智慧的人 相当于 睁眼瞎 所以智慧 就是让你看清 你 什么叫正确的路 你去走 智慧 就是让你懂得 人应该怎么做 菩萨应该怎么学 智慧 是获得你学佛 解脱的一种保障 如果一个人学佛 学得越来越傻了 不是大智 而是真正的傻了 这个人就是愚痴 智慧要学到后来 都明白 什么叫对的 什么叫错的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什么是正的能量 什么是负能量 肚子里清清楚楚 脑子里干干净净 那么这才叫智慧 最后就是 惭愧才 很多人说惭愧还有才 大家都要去争 我惭愧 我这个人没有本事 我做得不好 领导对不起 我工作没做好 大家都比我好 我真的很不好 你看看最后他就是领导 你想想看 争的人一个都没有 不争的人说 我跟大家不能比 我真的做得很不好 领导说就你了 你说他一做领导 他不就有财了 工资比人家高一点 至少 对不对 你经常惭愧 人格就会越来越完善 你就有资格做一个 堂堂正正的人 一个人不懂得惭愧的人 这个人不能路到 要经常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 经常觉得我没有做好 我对不起别人 我还不够用功 我还不够努力 所以一个人要惭愧 他就能学好佛 精进学佛 因为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一个字叫 愁眉苦脸 愁眉是什么意思呢 愁眉呢 实际上古代的一种化妆术 苦脸呢 是来自于佛教的 因为佛教呢 认为了人生就是个苦海 在苦海里 人的脸型天生就是一个苦字 两根眉毛就是苦的上面 然后鼻子 两个眼睛一个苦字 下面一个口 就是说人天生这个脸就是苦的 所以到人间来就是苦脸 双眉是草字头 两个眼睛跟鼻子合成中间的一个十字 嘴下面是一个口字 加起来就是一个苦字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人间你来不是享受的 从未苦脸 这个苦脸实际上就是佛教的用语 另外再跟大家讲一个刹那 刹那是凡语 刹那间 这是非常短的时间 现生说法 这几个字 就是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的时候 他能显化出各种各样的形象 像不同的人 讲说佛法 就是观世音菩萨 现三十二生 大家听懂了吗 就是以什么生得什么度 你是谁 菩萨就现成什么样的形象来救度你 现生说法 这四个字 实际上就是 佛经里面 佛法里面讲 菩萨献出他的真身 献身 来说法 所以现在这个词叫献身说法 劝导别人 我自己所经历的事情 我来献身说法 frente下来是什么 sabe 该开关的事情 legal 效果 不过 在不能说 就想点一个 是 我带不开 劝导别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